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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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李清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 《文娱新天地》 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4月进入中旬 电影市场的热闹 可是一点也不减 《我的姐姐》口碑票房接不俗 第11回赚了不少的吆喝 引人们集体发力 观众们有福了 自4月2日上映起 电影《我的姐姐》的话题度居高不下 豆瓣评分7.1 票房破6亿 实属4月影视的大赢家 我是姐姐 从生下来那天就是 一直都是 《片子好后进族》 是外界对《我的姐姐》的一致评价 而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突出成为 首先是剧情抓人 一对姐弟突遇父母车祸的变故 面对未成年的弟弟 姐姐智能的肩膀如何去承担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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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承担我了啥子 我看他好远不想跟你走 我跟你走 而亲情在现实面前又要怎样平衡 失去父母的姐姐 在面对追求个人独立生活 还是抚养弟弟的问题上 展现了矛盾和纠葛直戳人心 我要想他的话我这辈子就完了 哪有那么严重啊 你替我想也好吗姑妈 我将来还有结婚送完嘞 亲情 我觉得中国人家庭观念就是 这也太难了 这这我都没活明白呢 更传统和更保守的一些 中国式家庭的亲情特点就是 百善孝为先吧 传承 复出 早就是一个浓浓的亲情 当然 演员演技的到位也是成就影片成功的关键因素 《零零后小花》张子峰 生动自然的表演为优秀的剧情锦上添花 他虽然前面很讨厌这个小朋友 但他其实某一刻那么一刹那 他还是能紧紧地感受到说 这个人是我的弟弟的这种感觉 感情是不会变的 就是立志说要演好每一部戏 然后这个演好的话 我只能单方面定义说我会认真演 童星出道的张子峰 小小年纪却有着丰富的演出经验 唐山大地震唐人街探案系列 再到如今的我的姐姐 一个角色一副面孔 小妮子的可能性实在丰富 以至于大家对于张子峰接下来的存货 秘密访客和剩下未来的期待值直接拉满 主要不是我就是怎么讲演过的那种类型 我还都挺愿意去试试的 主要就是剧情我就比较想演一些自己没演过的 相比之下同档期上映的第十一回就没那么幸运了 至今未破一亿票房的成绩 也让身为导演的陈建斌有些着急了 大家对电影的反馈确实比较两极分化 还是希望观众朋友可以多给我们一些空间 也希望院线可以延长放映 多给我们一点证明自己的时间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亲自走进电影院用心去感受 电影第十一回讲述了数年前一桩杀人案 被视话剧团拿来改编成舞台剧 陈建斌饰演的马弗里作为杀人案当事人 就是重提让自己的生活在起波澜 周迅颠覆形象扮演泼辣妈妈 杜敬彤大荧幕首秀便摘得奖项 陈建斌七年磨一剑 2018年开拍 光是剪辑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用精雕细琢来形容绝不过分 我得承认这次剪的时间比较长 虽然有着种种卖点 但电影上映之后票房并未达到预期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口碑尚可 也期待后续的表现 记者陈湘云编辑报道 四月影视就已经是如此的热闹 五一党竞争更是非常激烈 甚至被称为小春节党 究竟有哪些影片会加入这场熬战呢 一起来先读为快 电影《春节党》的熬战 刚落下帷幕不久 即将到来的五一党又将惨烈来袭 用惨烈来形容今年的五一党影视 绝不为过 一般只有六七部体量的五一党 今年有十多部影片宣布参战 而且很大一部分还是大制作 名导演 名演员加盟的作品 从某票务平台上 最想看的影片榜单上不难看出 这场五一票房遮夺战已经悄然打响 周小琪 闹过了没有 我说你早 让人意外的是 占据五一党想看榜第一名的是 临时宣布提党的影片 《你的婚礼》 原定5月20日上档的《你的婚礼》 是由热播去《想见你的男主角》 许光汉主演 如此小成本电影决定提党参战 一方面是看中了大档期的市场空间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此前定档五一的众多影片中 竟然没有一部是爱情片 我们都不是无缘无故成为一家人的 这次我一定要去那儿干嘛 你要是敢背叛这个家 背叛母后吧 试试看 那些欺负女的人都死了 你高兴还来不及 悬疑题材一直是五一党的香伯伯 热度紧跟在《你的婚礼》之后的 就是由郭富城、段毅宏、张子峰等主演的悬疑金总片《秘密访客》 该片讲述了一个和睦的四口之家 住进了一位陌生客人 并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多年 随着《记忆之门》再度开启 往事重新浮现 一件件怪事也随之而来 阵容最豪华的影片则是排名五一党 想看榜第三位的《世间有他》 该片由张爱佳李绍红、陈冲联合指导 周迅、郑秀文领衔主演 易烊千玺特邀出演 看着阵容就知道 这部戏是时下最流行的女性题材情感大戏 改编自同名电子游戏的电影《真三国无双》 排名五一想看榜第四位 此前主演之一的谷天乐《眼球逢真》 不小心伤到的 而由他主演的另外一部作品《追虎秦龙》 也同期上映排名第五 自己的两部影片撞到一起 看来谷天乐这是打算拼了 排名五一党想看榜前五的影片题材各异 让人难以抉择 再看看剩下的其他影片 那观众们肯定更加头疼了 电影《古董局中局》根据马伯雍同名小说改编 雷佳音、李线、星之雷、葛优主演 据悉为了呈现更加真实的古玩《江湖》 剧组甚至向专家借用了31件真实的古董 从软件到硬件可以说是相当有诚意了 张艺谋则带着他指导的首部谍战大片《悬崖之上》而来 要知道上一部在大荧幕上获得好口碑的谍战片 已经是十多年前的那部风生了 张岛如何打破大荧幕的谍战困局值得期待 此外在剧情介绍中 37岁的朱养文和21岁的刘浩存竟然要演一对 这样的意外搭配也成为了该片的看点之一 你意思是一组无法联系二组? 是 一组的 他们是偷 你怎么看见他们是偷 都是叛变的 而且级别不低 除了以上备受关注的影片之外 电影《阳光劫匪》 马纳斯人之《失落的秘境》 《猴鸟》 《猪猪侠》大电影《恐龙飞车》 《狗果定理》和《寻看器》也相继宣布加入围党 究竟哪部影片能拔得头筹 谷一大战 拭目以待 记者李裴志编辑报道 文艺新店店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明 时隔四个月再见到黄小明 他为了拍摄电影《最后的真相》 而剪掉的25斤体重 人就没有长回来 如今他略显消瘦的身形 纷纷被身边的朋友们嫌弃 他们都是我丑 周围的人都说你太丑了 赶紧胖回来吧 胖回来好看 其实演员在塑造角色的时候 不仅要胖瘦自如 其他方面的功课也一样不能少 去年黄小明一连拍摄了多部影视剧 但对于他来说 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在电视剧《光荣与梦想》里 扮演了一回周恩来总理 其实我很担心自己演不好 但是导演和周围同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最终就尝试和突破了 好不好等放出来大家来检验吧 在压力之下 黄小明提前做功课 查资料看视频 力求做到真实的还原人物形象 我查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包括视频资料 照片资料和文字资料 基本上都是按照历史的原本的描述 我来演绎的 虽然你无法看到真实的历史的发生 但是那种情绪的迸发 基本上是按照历史的资料去演绎的 黄小明坦言 自己是发自内心的想演好这部剧 虽然作为演员能做的并不多 但他也想尽己所能 向观众传达一份正能量 我们每个人应该心怀着感恩 然后努力报效国家 通过自己的本身的行业 去来影响后边的人 当然在演员的身份之余 黄小明也是丈夫 爸爸 儿子 陪伴家人的时光也是他最珍惜的 我跟家人 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我的快乐星球 记者金宇南北京采访报道 今天我好像在迪斯尼 逃出来的公主一样 造型满分 笑容满分的舍世曼 正如他所言 就像是一位再逃公主 在张翰和圆红的映衬下 更是显得光彩照人 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冻下去 都喝水啊 还有可能是广东人 就喜欢煲汤喝 敷面膜啊 去做美容啊 然后保持开开心心啊 心情开朗也是非常重要的 坦言自己动灵有方的舍世曼 其实内心也住着一位少女 这不 日前她就和刘嘉玲 何超莲等朋友们组团出道了 我们都很注重这个女性 可以有什么可以发光的点吧 这个就是我们留意的一个地方 然后又能看 能唱 能跳 我记得那天好像演NG了两三次吧 挺好玩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不是成团的材料 一点点颜值担当嘛 其他都不行了 说话软绵绵 笑得甜蜜蜜 但其实舍世曼的内心 可是无比强大的 面对近些年 中生代女演员们都在讨论的出狼问题 舍世曼却把它当成宝贵的经历 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担忧 是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那肯定会的 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是一定会有的 你要有自信 相信自己每一天 每一年 都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的 正是因为有着一颗强大的内心 在塑造各种角色的时候 舍世曼的自信 也从形形色色的人物中流露出来 老天爷很喜欢做弄人 尤其是一些好人 妈 没事的妈 只是继《沿洗攻略》和《烟云台》后 舍世曼一直没有新的作品问世 她的下一个角色会是什么呢 大家都有些好奇 而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小舍得》 舍世曼看在眼里 对各款妈妈的角色也有些跃跃欲试 《小舍得》 它是一部家庭生活教育剧 你觉得自己适合演这样的生活剧吗 适合的 我觉得演员是什么都可以演的 什么类型的角色 什么类型的年代都可以演 没有一个框架 既然有了小目标 那就一切皆有可能 耐心等待舍世曼的好作品吧 今年应该会拍《现代戏》 你们就等一下吧 好东西反正都要等的好不好 因为我要选一个我喜欢的剧本 还有角色 你们等等吧 记者陈湘云上海采访报导 有老师可以走了 有老师可以走了 近日陈坤星之类合体亮相上海 而日前两人合作的电视剧《书莹》 也爆出了首支预告片 在剧中相爱相杀的他们 也难怪在现场 多了一份默契与合拍 其实我还挺期待 你们两个能交出手 电视剧《书莹》讲述了 陈坤星之雷所饰演的两个角色 在《伤害》中狭路相逢 不打不相识 从对手变成爱人 从爱人变为战友 最终共同实现理想的故事 找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然后勇敢地朝他前进 就一定会有所成 去年李佳琪带着自家宠物犬 奈娃家族参加了治疗犬培训 让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认识治疗犬 并开始关注治疗犬的服务人群 今年李佳琪带着奈娃家族又来了 再次出发 传播爱 分享爱 这五年来六年的工作 全都是在一个小房间进行 其实也有一点点的脱离生活跟社会 做得很值得的点 就是治疗犬的老师们跟我说 佳琪节目播出之后 针对有很多很多上海的女生 男生带着他们的狗狗 也到学校来说 我也想要跟佳琪一样 我的狗狗也要想要跟男人一样 成为治疗犬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四月的上海各大秀场时尚比拼 超模们也齐齐上阵 这部在日前 模特陪贝和李静就不弃而喻了 就是需要这种多乐观 开心的一个态度 对 模特出身的陪贝生活中已为人妻人母 工作上也从秀场转战影视 北京女子图鉴中的张恩琪一角 就让人印象深刻 在娱乐圈的话 就是接触到的人不一样 就是你会碰到很多好的朋友 或者是去遇到更多 就对你有帮助的人 陪为转战影视 李静则在主持人界继续风生水起 再次在秀场上相见 成为了妈妈的她们 也更加美丽和自信 记者陈湘芸上海采访报导 感谢收看今天的文娱新天地 我是主持人立青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